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何渊源 当这个疑问漂洋过海去到墨西哥 很多当地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墨西哥有很多种面包 但没有那一种面包 被称作墨西哥包 El Pandy Mexico 他们更是惊讶地听闻中国竟有一种墨西哥包 其实 显为人知的是 墨西哥包的确源于墨西哥一种叫做康山的传统面包 意为贝壳 是墨西哥人常在晚餐时享用的面包 墨西哥面包店 El Global 里售卖的贝壳包 羊春雪社与墨西哥包长相相似 贝壳包上面也顶着甜脆皮 不过七条纹状形状酷似贝壳 在墨西哥任何一家面包店 均能找到 墨西哥面包店 El Global 的售博员Emmanuel 向记者展示贝壳包 羊春雪社 墨西哥的贝壳包上覆盖的 糖膏颜色不同 口味也不同 有巧克力味或是香草味 此外 除了贝壳形状 很多面包师还将糖膏设计成其他样式 墨西哥人在享用贝壳包时 有些喜欢将其切成两半 然后加入奶油 焦糖布丁 果酱 豆子等各种食材 墨西哥面包店 El Global 里售卖的贝壳包 羊春雪社 置于墨西哥贝壳包的起源 很多人认为来源于欧洲 据说早在16世纪 西方殖民者入侵墨西哥的同时 也带来了小麦 建立了墨房 从而带动了当地的面包业发展 除了贝壳包 墨西哥面包种类还有很多 每一种面包都因其形状和文化背景旧异而有独特的名字 常见的有耳朵包 Origus辫子包 Changis马库包 Cozones小牛角包 Cornito等 那么 中国的墨西哥包又与墨西哥的贝壳包有何关联呢 原来这个小小的墨西哥包 背后 还隐藏着一段早期华人移民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在墨西哥政府国家现代化政策鼓励下 大批华工移民来到该国 在此期间 据说有一对武士夫妇 从广东台山移民至墨西哥 做起了批发粮油的生意 但在20世纪30年代 因墨西哥发生排华事件 武士夫妇选择举家搬回香港 香港搬在轩尼市到143号的凯士饼店立节军社回到香港 武士为了纪念家族的墨西哥奋斗时 开了一家墨西哥冰市 其招牌产品便是经武士改良制作的墨西哥传统美食贝壳包 在制作墨西哥包过程中 武士配合了港式菠萝包的做法 以牛油 糖 及少量面粉做成甜面糊 铺在面团上烘烤 受到好评如潮 所以 与其说墨西哥包顾名思义来自墨西哥 不如说它见证了中末早期的交往史 是两种文化的共同杰作